郭文貴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 歡迎三分鐘 我們請同委員慧真 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是謹守權力分立切勿輕易越線 前總統馬英九泄密案無罪判定 監察委員陳思夢就立刻約巡 臺北地方陳審法官唐月 引起了所有的法界強力的反彈 法官協會從18號開始發起捍衛獨立審判連署運動 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七成的法官來連署 陳思夢曾經調查 對前總統陳水扁不友善的檢察官 而現在又要約談對馬英九判無罪的法官 甚至於還要貶損司法式黨國思想的最後防線 但是全民皆知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本席無法理解陳思夢這一番的言論的想法是從何而來的 今天監察委員 僅僅是因為判決的結果不符合執政黨的期望 就發動了監察權來約談法官 將職權的行使作為政治傾向的表現舞台 法官在審理這個案件的過程當中 不但沒有辦法按照他們的專業法律專業法律見解還有事實認定 做出明確合理的判斷還要考量他們的政治色彩 法官各個都戰戰兢兢 司法審判也喪失了他的獨立性 監察權凌駕於司法之上 本席要請教我們的蔡總統 難道我們還要放任監察委員這樣子狂妄的行為嗎 司法審判獨立是台灣民主法制的重要基石 按大法官釋字第325號的解釋 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現的法律見解 監察院對他行使調查權應該是有限制的 監察委員可以針對公務人員在違法或失職部分來進行彈劾 然而進行獨立的審判性嚴重的侵犯了我國獨立審判的核心價值 本席在這裡要呼籲監察委員們 要固守他們的監職權本分不要輕易的躍權 政府對於監察委員的行為也不應該視若無睹 民進黨完全執政四年以來 毀壞國家制度主凡不及備載 從行政立法考試監察被侵害以後呢 執政黨現在又磨刀禍禍 將腦筋動到了獨立的司法審判前 無權分立的制度已經蕩然無存 獨立機關儼然成了執政黨的東廠 本席要提醒監察委員 應該要謹守你們的權力分立原則 秉持專業 尊重司法獨立審判的核心價值 這樣子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絕不容許任何人來踐踏 謝謝同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與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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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